宗门全员都是封批反派 随时走在黑话边缘 准备给女主挨个送头 门派马上要团灭了吗 不慌 小师妹带头开卷 卷进天下人 方为最强先 叶龙岳心里非常着急 可思玉成就是在那里不动 明明只要他动手 就能拿下裴洛白 可他就是不动 把叶龙岳气得蹊跷生烟 还好他知道思玉成不可控 他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 他拿出一个笛子 放在嘴边用力一吹 透亮又尖锐的笛声 瞬间传了出去 很快嘻嘻嘶嘶的声音 从山腰的地方传来 下一秒十来个人 搜的一下 从树林下遇见飞起 直奔山顶 将山顶上的裴洛白围了起来 这些人一个个周身都是利器 一看就形势很辣且不好惹 而且修为都在原音 风雷帮将于争惊呼 叶龙岳竟然还找了风雷帮的人 这个帮派名声不好 他们给钱办事 什么烧杀抢掠都做 里边的人没一个是干净的 一般名门正派 都不会跟他们有交集 叶玲珑冷笑一声 看样子叶蓉岳为了诛杀大师兄 拿到原生令和浮屠塔 这是什么都准备好了 他就是为了这些宝贝专程来的 跟诚恶扬善 匡扶正义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原助理 宗门联盟未曾插手过 他不必用尽手段 就能轻松拿下大师兄 这也使得他本身的面目 都被好好地掩盖着 裴洛白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我保证会带着你的尸体 回去给你家小师妹 好好地看看 你这清玄宗的耻辱 死得有多难看 叶蓉岳露出了一抹阴狠的笑容 杀我可以 但你要动我小师妹 裴洛白手中常见一挥 边上的石头骤然被轰碎 那你的命就必须留在这里 单凭你和这些人 想杀我哪有这么容易 如果我们不够 那还有他们呢 叶蓉岳得意地笑着 只见从山顶两边处上来两拨人 每一拨大概有十来个左右 完了 他们就是今天一早 被我师弟欺骗 去别的地方绕圈的人 这会儿竟然都来了 肯定是因为听到了叶蓉岳的笛声 无所不用其极 他就这么恨你大师兄啊 他这么搞 有没有想过我大师兄怎么办啊 他恨的应该不是我大师兄 而是我 叶蓉岳从树丛里站了起来 吓得江鱼针赶紧把他给抓住 你干什么 他们人那么多 所以我更不能让我大师兄孤立无远了呀 但是 听我的 你蹲着别出来 这是跟你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你得随时准备好 就你大师兄 啊 江鱼针没听懂 这跟他大师兄有什么关系 他怎么也不会出事吧 但他决定还是先蹲着 以不变应万变 大不了一会儿他们打不过了 自己再出其不意的去救人 总比现身了 打一块来的主动一些 此时 裴洛白一人站在山巅之上 他的面前三个势力 近五十号人将他团团围住 他们所有人修为都在原音 这一战并不好打 你再强弹我们人够多 这一次 你必死无疑 叶蓉岳道 被围困的裴洛白 面无表情的扫了他们一眼 他右手握剑 左手抬起 只见掌心里出现了一座七层宝塔 塔身有小便大 迅速的在他掌心里旋转起来 浮屠塔 看到这座塔的时候 在场的人全都急红了眼 那可是神医谷的宝贝啊 听说这座塔每一层都是一个特殊的空间 里面养着不同的天才地宝 甚至还会豢养妖兽 用于战斗和取药 总之一座塔的宝贝 顶得上一座宝库 裴洛白常见一挥 都来 不可 斯玉辰惊叫了一声 浮屠塔是个强大的法宝 他不知道他能有多强 但裴洛白既然把他拿出来用 必定是胸有成竹的 这力量若是不顾一切的释放 还不知道要波及多少人 这是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一幕了 你们不要逼他 你们疯了吗 为了这些宝物都不要命了吗 斯玉辰喊道 然而 没有人理他 在唾手可得的宝物之前 理智 不存在的 一起上 杀了他浮屠塔 就是你们的 叶容月一声呼喊 他们立即朝着裴洛白冲了上去 看着大家都冲了 叶容月和詹益行两人却没有动 他们甚至还后退一步 让出了位置 他们就站在那里看着 等他们去消耗 等他们两败俱伤 等待最佳时机 斯玉辰看他们都上去了 他正要动 叶容月先一步拦在了他的前面 你今天若一定要去 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为什么 他今天必须死 你为什么这么恨他 他好歹是你妹妹的大师兄 叶容月笑了 笑得非常的讽刺 总之 他一定要死 我就算什么也拿不到 我也要他死 而且他只是第一个 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你在说什么 斯玉辰发现他已经看不懂他了 他就站在那里离他那么近 却又好像他早已走了很远很远 就在这时 那些人已经攻到了裴洛白的面前 眼看着就要交手 忽然间 在他们面前 扑的一声响 明亮又灼热的火焰 忽然就爆了开来 滚烫的温度和他强大的力量 瞬间爆发 将冲上去的人退了几步 下一秒 一把展开的小红伞 迅速地飞旋出去 撞向他们刺出去 尚未来得及收回的剑 叮叮叮的声响传来 强大的反弹力 震得他们虎口发麻 连连后退 这忽如其来的强势攻击 让所有人揭示一镜 他们纷纷后退 拉开了距离 是谁 我呀 你念念不忘 且记挂心上的妹妹啊 叶玲珑的声音一出 叶荣月的脸色骤变 只见那一把飞旋出去的小红伞 迅速地一个回旋 重新回到了叶玲珑的面前 他足尖一点 踩在小红伞的伞面上 一个漂亮的跳跃 落在了裴洛白的身边 他手腕轻轻一抬 小红伞回到他的掌心里 红光一闪 化作了践形态 整个过程 犹如行云流水一般顺畅 不仅赏心悦目 且让人过目不忘 干什么 欺负我大师兄身边没人啊 小师妹 裴洛白看到叶玲珑浑身一震 我在呢 大师兄 你不该来 该不该都来了 你现在要好好想想 应该怎么保护自己保护我 而不是想着同归于尽 你死了你觉得不可惜 但你舍得我死吗 裴洛白脸色一变 他一个人无所谓死不死 死之前能带走几个算几个 就在刚刚他已经决定 要拼个鱼死网破了 可小师妹在这里 他怎么能看着他死 他在疯 他在狠 也绝不会拿小师妹的性命开玩笑的 你 来都来了 我们一起当魔头啊 不然就你一个魔头 你该多孤单啊 裴洛白神色又是一变 他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 他不愿意小师妹来 可他如今来了 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身边了 他觉得好开心 原来不是全世界都与他为敌 不是没有人相信他 不是没有人支持他 不是没有人救他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裴洛白一正 他好像有点明白 师弟师妹们 为什么在关键时刻 总是毫不犹豫地 信任小师妹了 他是真的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啊 不会有事 他今天不会死在这里吗 他的脚下并不只是死路一条吗 叶玲珑看到他出现 最激动的莫过于叶荣月了 叶玲珑他金丹了 他竟然金丹了 而且他手中的那一把剑 看起来好厉害 竟然还能切换两种形态 这么好的宝贝 竟然落入了他的手中 每次见到他 他都有新花样 他到底是凭什么运气这么好啊 叶荣月恨他恨得牙痒痒 巴不得现在就杀了他 可却不希望他在这关头出现 尤其是以这样的方式强势出现 叶玲珑诡计多端 会坏了他的计划的 这是他的第一步 无论如何都不能毁了 裴洛白他必须死 呀 这不就是我那个在青云州 跟妖族勾结的姐姐吗 你不是闭门思过吗 怎么就放出来了 听到这话 所有人全都转回头 看向叶荣月 修仙界里的人 怎么打 怎么卑鄙无耻都无所谓 但跟妖狗结 那就是背叛人类 那可是另外的事情了 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精彩万分 其他人也警惕了起来 你们不要听他胡说 我胡说 这件事情 宗门联盟里 谁不知道啊 随便向谁打听都可以啊 我是被蒙蔽的 蒙蔽 太好笑了 你一个小小金丹 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 从妖界跑修仙界来蒙蔽你 为了爱情吗 你 你休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眼看他就要倒打一耙 叶龙月立马转移矛盾 你如今站在大魔头 裴若白的身边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我没指责你啊 我就是想提醒你 要杀人夺宝站前面来一点 你躲大家后面干嘛呢 我记得刚刚喊一起上的是你吧 若说前面他勾结腰的事情 指这个人品行不端 可现在故意站他们身后 而且没出手 那就是居心叵测呀 在他们面前玩这种心思 这也太恶心人了吧 这下子 那些刚刚冲在前头的人 全都回过头去怒瞪叶龙月 叶龙月被他们看得浑身发毛 气得发抖 他就知道叶玲珑一出现准没好事 你们这是要被他三言两语给分裂了吗 他才是我们的对立面啊 是这样没错 但你这个位置确实说不过去啊 往前站点吧 就是啊 说好一起上的 你们两个凭什么站后面 带头冲锋啊 赶紧啊 难不成真让你拿我们当炮灰啊 被那些人逼迫着 叶龙月左右为难 只能上前几步站在了最前头 上去的时候 他还看了一眼思玉成 若不是你 我又岂会被推到刀尖上 思玉成 你没有良心 我若死了 那便是你害的 思玉成顿时脸色一变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痛苦 这话不巧让叶玲珑给听见了 叶龙月你说什么屁话呢 你要是死了 那就是你自己记不如人 记不如人还想杀人夺宝 你不当炮灰 谁当炮灰呀 大家都是原因的才敢来 你一个金丹就来了 你还想杀出崇尾 你看不起谁呢 这话一出 思玉成脸上痛苦的表情 骤然减少了几分 叶龙月本想利用思玉成的愧疚 逼他出手 结果被叶玲珑给毁了 气得他顿时气血翻涌 咬牙切齿的 叶玲珑 叫什么叫 要当炮灰就站靠前一点 我是筑鸡的时候你就打不过 我现在金丹了你更打不过 所以待会我第一个就杀你 你 你敢 叶龙月要被他气疯了 他一张嘴就戳他痛楚 恨不得把他所有的痛苦全都翻出来 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小人 我为什么不敢 我大师兄是大魔头 我现在是小魔头 他杀人无数实至名归 我连人都没杀过 我怕我小魔头的位置坐不稳 我不得表现一下吗 当魔头都能说得这么理智气壮 杀人都能讲出那么多理由来啊 关键是 他说得好有道理哦 他要是没杀过人 凭空给他安个小魔头的称号 那也不公平啊 这不得坐实一下吗 叶玲珑眼看着叶龙月被逼到前面 他唇角一勾 手中的剑顺势一抬 朝着叶龙月攻了上去 他忽然动手 叶龙月被吓了一跳 他迅速的抬剑挡住 这一打 他感受到了那把剑的力量 好强 真的好强 他不但有凤凰神火爵 他还有这一把 比他任何一样武器都优秀的剑 叶龙月气得发狂 他大吼一声 还愣着干什么 我都开打了 你们倒是动啊 拿我当炮灰吗 这下子 其他人也赶紧朝着裴洛白冲了上去 之前叶玲珑来的时候 还以为是什么厉害人物 没想到就是一金丹 这就不必害怕了 请客间 他们两方人迅速的打了起来 这点实力呀 几个月不见 你真的是越来越丢人了 愣着干什么 一行 这边 帮我呀 听到叶龙月的呼唤 詹一行立即放弃了对付裴洛白 转头去对付叶玲珑 哟 打不过就喊人 喊得还是新勾搭来的男人啊 又是一个新姐夫嘛 喂 兄弟看过你头顶吗 我看见一道绿光闪闪发亮 叶龙月要被气疯了 他好想撕烂叶玲珑那张嘴 他嘴巴怎么能那么贱呢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詹一行大怒 我告诉你一个捷径啊 叶玲珑一边游刃有余的应付着 已经达到原因期的詹一行 一边嘴巴不停的嘲讽着 你把叶龙月是如何勾结封雷帮 又是如何处心积虑 想杀死裴洛白 破坏宗门联盟计划的事情 宣扬出去 一旦他成了宗门人人喊打的过节老鼠 他就只能投奔你了 到时候谁还能跟你抢啊 詹一行手上的动作一顿 整个人愣了一下 他说的好有道理啊 我跟你说 之所以现在他还舍不得思裕臣 是因为他是宗门里天赋最高 前程最好的那个 可如果你回去干掉你爹 变成神医谷谷主 那从地位上你就超过思裕臣了 毕竟他也就一首席 连掌门都不是 跟你差远了 你给我闭嘴 詹一行被他唧里呱啦的说的方寸大乱 而且你也知道 叶玲月手段很多 法宝无数 你趁着这个机会利用他帮你搞定神医谷 执掌大权不好吗 你在这给他铺路 他回头又进思裕臣怀抱里 你岂不是人才两空 叶玲月要被叶玲珑给气疯了 小小年纪说话如此难听 叶玲珑你怎么那么卑鄙无耻下流下见呢 一行 杀他呀 留他在那里废话做什么 别生气啊姐姐 一会儿你这位新欢打不过我 你还得靠思裕臣救你呢 若你不保持一下形象 他不上当了怎么办呢 好在他够蠢 你三言两语 他又信了 所以你赶紧装一下呀 别温柔无辜 善良柔弱的人设搞崩了 叶玲月回过头去看向思裕臣 他都这样嘲讽你了 你还不动手 愣着干什么 你是真的蠢吗 思裕臣站在那里 依旧是一动不动 目光之中甚至无喜无悲 让人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叶玲月看他靠不住 气得一跺脚 重新拿剑朝着叶玲珑冲了上去 哎呀 我大师兄来欺负了 不玩了 结束吧 叶玲珑话音落下 手中的剑迅速的旋转剑花 让人眼花缭乱 同时剑尖之上 凤凰神火扑的一下烧起 他招数一转 原本的势均力敌 忽然变成了强势攻击 詹一行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 连连后退 几招之后 被他一剑刺中了胸口 转眼落败 我就说吧 你这位新欢是真的打不过我 你这眼光越来越刺了呀 怎么找的一个比一个差 思裕臣之后找的许天忧 许天忧虽然不如思裕臣 但他好歹在青云州大腰前面 就你一命 你现在新找的这个更离谱 连我都打不过 彼时 叶龙越正重整旗鼓 准备跟詹一行一块打叶玲珑 谁知他还没加入战局 詹一行先败了 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吓得迅速的转过头就走 想走 叶玲珑迅速的捏了个大重生树 地下的藤蔓迅速的生长起来 将叶龙越的腿缠住了 眼看着叶玲珑马上就攻到眼前 他迅速的召唤出 他的那只烈火旋鸟 替他挡了一下 烈火旋鸟飞出来 不管不顾地扑上去 被叶玲珑一剑刺中 下一秒 叶龙越捏了个火绝 朝着烈火旋鸟扔了过去 轰的一声响 烈火旋鸟被炸开 连同他体内的火 一起形成了强大的爆炸力 在叶玲珑面前爆开了 叶龙越看到叶玲珑被暗算成功 他正准备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可谁知 叶玲珑手中的剑迅速的切换 变成了散形态 硬生生地给他挡住了 散面裂了一道 可见烈火旋鸟鸟身爆炸 带来的力量之强 叶玲珑看到叶玲珑没受伤 顿时就笑不出来了 这样都不死 他牺牲了他的灵宠 去爆叶玲珑 他这都没死 那把伞到底是有多强 叶玲珑要气疯了 他赶紧用剑斩断脚下的藤腕 一下 两下 三下没斩断 就在他急得要发疯的时候 詹一行忽然拿出了神医谷的暗器 细雨银花针 他没有攻击叶玲珑 而是朝着正在不远处苦战的 裴洛白方向发射了过去 觉察到他意图的叶玲珑 迅速地把小红伞甩了过去 帮助裴洛白挡了大半 他这一回头 给了叶玲珑和詹一行足够的时间 他们两个迅速地挣脱了他的藤腕 转身跑走了 他们走了 叶玲珑却不能去追 他收回自己的伞 迅速地回过头到了裴洛白的身边 比起刚刚 裴洛白的伤口又更多了几道 地面上的尸体也多了几句 但那些人还是不肯放弃 各种武器暗器法宝 只要能伤人的 他们一个都不落 两人并肩而战 叶玲珑道 大师兄 我还没杀过人 裴洛白一阵 染血的手 抓住了叶玲珑的手腕 想把他往身后带 那就让我 那就从今天开始 叶玲珑唇角微微勾起 我这才算是真正踏进 尸骨无数的修仙道了吧 只见他幻音落下之后 率先冲了上去 小师妹 裴洛白一刻也不敢分心 迅速地跟着上了 血花在不停地飞溅 一个又一个人倒下 又一个接着一个冲上来 身上血流如柱 脚下尸骨成山 他们两个并肩而战 欲神杀神 来人杀人 气势很强 剑法凶悍 叶玲珑虽然修为只有金丹 可他那一手出神入化的火 比起巅峰舞会的时候 更强了 强大的不该是他这个修为 能拥有的力量 叶玲珑自己也没想到 叶青玄拿他身体 用了一次火之后 他重新找到了 凤凰神火爵的精髓 他已经摸到第三层的诀窍了 再多用几次 他就能领悟突破了 两人虽然没有大优势 他们但站在一起 对面也讨不到好处 不仅如此 反而让他们的声势见长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大量的动静 有人来了 而且还是大量的人上来了 他们回过头去 只见原本在低风上的人 基本全跑过来了 有宗门的 也有其他组织来的 乌泱泱的一大波人 那些正在跟裴洛白持久战的人 愣住了 他们都来了 最后拿下了宝物算谁的 是谁把他们喊上来的 在一旁的思玉成 和他的几个同门也愣住了 怎么回事 不是都拦在外面吗 为什么让他们上来 都找死吗 这时 他们同时看到了 混在人群里的叶蓉岳 和他身边的詹一行 疯了 他是真的疯了 他真的不顾一切 不择手段了 此时 叶蓉岳在人群中怨毒的 看着叶玲珑他们两个 大批量的人涌上来 即便最后结果死伤无数 可这样的情况下 裴洛白和叶玲珑也挡不住 逃不掉了 他就算是这次的宝物 不要了 他也要他们死 必须死 万剑穿心 不得好死 至于那些炮灰 他们愿意冲 他就给他们机会冲啊 一群蠢货 浮屠塔就在裴洛白身上 杀了他就能拿到原生令 叶蓉岳在人群里 不断地煽动着 叶玲珑手里那把宝剑 是双形派的绝世神剑 杀了他剑 就是你们的 人人皆知 叶玲珑是强大的扶修 他的福指千金难求 他死了 大家人人有份 他的每一句话 都让冲上来的人更加疯狂 场面一度混乱地控制不住 叶玲珑和裴洛白两个人 被逼到了悬崖顶上 再往后一步 就是万丈深渊 小师妹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裴洛白紧紧地抓着叶玲珑的手腕 大师兄 我说了 我是来救你的 我没打算跟你起死啊 有我在 没问题 叶玲珑反手抓住裴洛白的手背 小小的手掌 此时温暖又柔软 我在等待一个时机 什么时机 我要救你 不是救你被围剿这一次 我是要救你离开这深渊泥潭 我要你 重新活在这阳光下 现在 我要等的时机到了 他们都来了 裴洛白一正 他们 他转头看去 除了无数叫嚣着要杀他们的人 他没看到其他人 浮屠塔给我 裴洛白毫不犹豫 将浮屠塔交到了叶玲珑手中 只见他手掌一排 在所有人面前运转起浮屠塔 光芒闪耀的浮屠塔 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他们没再往前冲浪 所有人不约而同的 看着那座浮屠塔 人人都想要浮屠塔 可你们都不知道 里面藏的都是什么东西 叶玲珑的声音 清晰而坚定 这一座从丹心堂 夺走的神医谷的质宝 到底有多宝贝 你们不想看看吗 现在 就让我们所有人一起见证 玄乎济世的丹心堂 到底在里面养了什么东西吧 话音落下 浮屠塔在他掌心中 旋转得越来越快 所有人凭住呼吸 紧紧的盯着 人人拼死想要的浮屠塔 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大宝贝 只见浮屠塔光芒一闪 煞气顿时从塔身之中动发而出 在场的所有人 发出了一声声的惊呼 怎么会 下一秒 大量的鬼魂 从浮屠塔里涌了出来 朝着在场的所有人扑了上去 瞬间 煞气浓郁 黑烟弥漫 恍若地狱之门大开 啊 恶鬼 浮屠塔里装的竟然是恶鬼 当心 快闪开 啊 有人猝不及防了一声惨叫 被放出来的鬼魂撕开了 血剑当场 吓得剩下的人 赶紧拿出长剑 抵御那些汹涌作怪的鬼魂 请客之间 石则谷的山顶上哀嚎一片 尖叫无数 人和鬼干了起来 场面顿时大乱 看到那些贪婪又疯狂的人 陷入到与鬼魂的战斗之中 叶玲珑放高的声音 跑什么 怕什么 这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浮屠塔呀 这就是玄乎济世的 丹心糖养的好东西呀 你们不是想要吗 都拿去呀 怎么会怎样 浮屠塔里养的 不是天才地宝吗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鬼魂 太可怕了 丹心糖到底在做什么 他们真的是玄乎济世的名医吗 公然养鬼 神医谷这是疯了吗 当心啊 恶鬼来了 这时不仅场面大乱 所有人都惊呆了 就连叶玲珑身边的裴洛白也惊呆了 他愣愣地看着这一切 一直到叶玲珑抓住了他的手腕 他回过头才发现 叶玲珑已经在布阵画府 眼看着马上就要大成了 这时时刻关注他们的叶玲珑 发现他们的举动 立即冲着人群大喊道 他们想逃 快拦住他们 这一喊 果然有人转回头去拦截他们两个 拦截他们的不是别人 正是跟叶玲珑有勾结的风雷帮 裴洛白迅速地直剑跟他们打起来 眼看着阵法马上就要生效 他们再不走就要前功尽弃了 可在叶玲珑的煽动之下 越来越多风雷帮的人 不要命地过来拦截 就算浮屠塔里装的是鬼魂 一道灵力打在浮屠塔上 下一秒 一个巨大的鬼王 从浮屠塔的光圈里飞了出来 直扑叶玲珑的门面 叶玲珑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个 他一时之间竟没来得及躲闪 尽管最后被詹一行拽了一下 但鬼王的力爪还是碰到了他 力爪划破他的脸颊 上面浓重的煞气 瞬间冒出来轻石皮肉 带来万分痛苦 啊 我的脸 我的脸 我的脸毁了 眼看着鬼王又重新再抓过来 詹一行迅速的带着叶玲珑后退撤离 这时 四月城迅速的拿出了自己的佛珠手串 那些小鬼魂尚且可以对付 但鬼王他必须要出手 否则会有更多的人被殃及 眼看着招财马上要挨打 叶玲珑迅速冲到招财身边 拿起浮屠塔 收 瞬间 招财被他收回了戒指里 这时 一道带着杀意的强大力量 忽然从他背后偷袭而来 强大的他几乎躲闪不开 眼看着马上就要打中他 裴洛白惊呼一声冲了过来 当心 小师妹 躲闪不开的叶玲珑已经做好了受伤的准备了 谁知 下一秒身后 轰个一声巨响 那股强大的力量被人挡住了 他猛地回过头去 看到了他身后的思玉尘 倾尽了全身的灵力 替他挡下了这一击 自己还因此受了内伤 谢谢 待你大师兄离开 如果他有冤屈 如果单心堂真的恶贯满盈 还他一个清白 叶玲珑愣愣地看着思玉尘 没想到最后竟然是他放走了他们 这时 伤痕累累的裴洛白 已经杀出重围 冲到他的面前 叶玲珑二话不说 拽着他的衣袖 在阵法最后失效之前 带着他跳了进去 清光一闪 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看着他们离开 思玉尘莫名地松了口气 然而下一秒 他的身后一股带着杀意的剑气 侵袭而来 受了伤的他 第一时间没来得及躲开 只能硬生生回头接了一剑 他抬眼看去 剑的主人竟然是詹易行 你竟然对我动手 你不该放走他们 这是我的事情 然而下一秒 一把锋利的剑 毫无预兆地刺向他的背心 他想要躲的时候 被詹易行牵制了一下 就是那一瞬间的牵制 让他硬生生地 被那把剑给刺穿了 他回过头 看到了脸上冒着浓重杀气 眼中带着滔天的叶龙月 你救了叶玲珑 你放走了他们 你背叛了我 你该死 说完他将手中的剑狠狠地一旋 在思玉成的心口旋转了一圈 将他狠狠重伤 彼时蹲在暗处 随时等待支援的江玉珑 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呼吸都停滞了 竟然真的 给叶玲珑预料到了 到最后 他竟然还得救他大师兄 他足见一点跑了出去 一掌打在叶龙月身上 将他打退 并且接住了思玉成 大师兄 叶龙月看到有人帮忙 他迅速后退 詹易行拉着他的手 飞快地消失在这混乱的人群之中 大师兄你没事吧 思玉成看着叶龙月离开的方向 以后都不会再有事了 话音落下 他整个人昏死了过去 很快被鲜血�浸染的江玉珑 当场就吓傻了 大师兄 大师兄 叶玲珑带着裴洛白落地的时候 他们正好在第二封的半山腰上 他之前之所以走得那么慢 就是为了找落点不阵法 落点不能太远 阵法容易失效 但又不能被人轻易发现 好在他们还在跟鬼魂战斗 没人注意到他们落点的位置 大师兄 你还撑得住吗 比起叶玲珑 裴洛白身上的伤要中许多许多 他一个人厮杀了几天 刚刚的一战又吸引了九成的火力 再铁的人也要撑不住的 果然 他刚问完 裴洛白便一大口血吐了出来 他在强撑 刚刚在山顶上 拼了一口气在强撑 因为他的小师妹还在 他不能倒下 叶玲珑迅速地往他嘴里 塞了一枚从叶蓉月手里抢来的九转灵弹 同时把旋影拿了出来 他扶着裴洛白飞 坐到了旋影身上 往石则谷深处飞去 旋影迅速地低空飞骑 带着他们两个 飞快地离开了这一处 山顶上厮杀声还在继续 但要不了多久就会平息 那几个鬼魂 兴不起什么大风浪 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大家亲眼所见 对丹心堂和神医谷的信任 已经产生了怀疑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会生根发芽 日后 他们再出来证明自己的时候 就不至于无法开口 这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算是圆满完成了 可惜的是 叶龙越没死 他很狡猾 舔狗又多 法宝无数 又有大气韵 想弄死他确实不容易 尤其是在这样不可控的场面 叶玲珑迅速地收回神思 不停地用大虫生树 给裴洛白做治疗 旋影迅速地飞着 很快两人便飞进了石则谷深处 在谷底的潭水旁边停了下来 叶玲珑拿出仓水珠 放入潭水里 然后迅速地在周围布置几届 将它们所在的位置遮掩起来 以免被人找到 一切弄完 叶玲珑把裴洛白 放入了灵气浓郁的潭水之中 他刚进去 周围的潭水便红了一大片 可见他身上的伤虫到了何种地步 叶玲珑赶紧又拿出了灵药 往潭水里不要前世的扔 他再来晚一些 叶玲珑就真的得逞了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看到裴洛白的脸色 渐渐地好了一些 身体情况稳定下来 他松了口气 这时裴洛白伸手握住了叶玲珑的手 阻止了他的动作 小师妹够了 你歇会 我不会死的 大师兄 你差点吓死我了 是吗 裴洛白倾笑一声 我看你淡定得很啊 倒是我要被你吓死了 看裴洛白情况稳定下来 叶玲珑身体一倒 躺在了岸边 是吗 是啊 好端端的一个浮屠塔里面 冲出来那么多鬼魂 能不吓人吗 你连招财都不怕 你怕那些小鬼做什么 小鬼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他们是从浮屠塔里放出来的吧 那些是招财的口粮 从我装鬼的笼子里放出来的 加点障眼法 把所有人都骗了 造假这是 我是专业的 裴洛白一愣 竟然是这样 那你可真的太专业了 连我都骗过去了 可我吓了一跳 说明大师兄的小心甘不耐造 但凡你跟我出过门 都不会这么大惊小怪 不信你问问其他师兄 有机会 有机会的 你不要想那么多 总有一天真相大白 你会沉渊昭雪的 你就这么相信我 可我真的杀了人啊 那肯定是因为他们该杀呀 裴洛白一正 她的小师妹 竟然这样无人条件的相信她吗 大师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要瞒我 不要说什么 连累我卷入这场漩涡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 带走了你 这是 我就再脱不了干系了 裴洛白无奈一笑 外人皆不知 小师妹 才是这清玄宗人人 听从真正的老大 好 我其实是神医谷下 上一任白羽灵灵主之子 十年前 白羽灵满门全灭 只有我一个逃掉了 裴洛白的声音很轻很平静 可叶玲珑听出了里面的痛苦 即便是过了十年 满门全灭的惨痛 她依旧历历在目 这桩网是我打听过 面上说的是 你爹走火入魔 杀了白羽灵满门 最后被单心堂的人诛杀 从此以后 你那家被神医谷除名 成了神医谷不可提的耻辱 裴洛白冷笑了一声 白羽灵是被单心堂灭的门 我爹一介单休 再如何走火入魔 他也没那个能力 一人诛杀白羽灵 满门一个都逃不出去呀 我记得那天晚上 单心堂的人全都来了 他们来的时候 客客气气的 像是探访一般 所以大家都没有警辟 唯有我爹 他慌张地将浮屠塔 交到我的手中 让我躲进密道里面去 他对我说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可以出来 这浮屠塔 他要我交到神医谷手中 若是我做不到 就毁了他 千万不可以 让他再落到单心堂的手中 我当时比你还大两岁 我是我们白羽灵 唯一的一个剑修 从小就不听话 喜欢练剑 不喜欢练丹 我爹看我没那个天赋 继承一波也懒得管我 可谁曾想到最后 我却是唯一一个 有能力带走浮屠塔的人 我爹把我藏起来 之后不久 单心堂就动手了 我躲在密道里 我想出去救人 我想去拼杀 我想去跟白羽灵共存网 可我不能 我只能听着我的亲人 一个一个在痛苦声中死掉 自己躲在暗处狗活 裴洛白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了双眼 我记得没错的话 浮屠塔一直是单心堂的宝物 怎么会到你爹手里 因为有一次到单心堂做客的时候 我爹不小心 发现了单心堂的秘密 他们在做一些 不为人知且又丧心病狂的事情 所以回来之后 他就一直想办法 把浮屠塔拿到手 他要把浮屠塔 交到神医谷手中 让神医谷来处置单心堂 后来他做到了 对 他做到了 他以为他做得很好 可单心堂马上就发现了 他还没来得及 把浮屠塔上交神医谷 单心堂就找了过来 听到这话 叶玲珑叹息一声 看来造假这门技术 也不是谁都有天赋的 后来呢 我爹这样信任神医谷 这样信任他的师兄 好绝望啊 那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 我只能不停地跑 没有希望 漫无目的地跑 带着浮屠塔一路逃亡 逃到我也不知道 是哪里的地方去 天大地大 可却没有了我的容身之处 甚至连我爹的坚持 都没有了意义 叶玲珑叹息一声 掌心放到了 裴洛白的肩膀上 后来我被单心堂追杀 坠入身谷 我以为我死了 可等我醒来之后 我就被带回了清玄宗 叶玲珑一愣 原来大师兄 是被这样捡回来的呀 回来之后 你当时没想过要报仇吗 为什么到现在 忽然想报仇了 因为我的记忆被封印了 叶玲珑猛的一惊 这就说得通了 他说之前大师兄 整个人好好的 一点都不像 是带着血海深仇的样子 每天在清玄宗 都过得很散漫 原来他的记忆被封住了 也就是说 你忽然去珠沙丹心堂满门 是因为你的记忆被解封了 你想起了一切 对 尘封了十年的记忆 忽然涌上来的那一刻 就像是发生在昨天 一切历历在目 他们死去时候 痛苦的求饶声 不停地在我耳边回响 他们惨死的模样 一遍遍在我脑海里重现 种满了灵草白与灵 被鲜血覆盖 我的家人死在了 他们深爱的故土 背着骂名 含冤十年 裴洛白惨笑一声 十年前的我 没有能力为他们报仇 十年之后 我已经可以做到 那我为什么不去做 他们该死 早在十年前就该死 担心堂满门 没有一个无辜 他们全都沾满了 我亲人的鲜血 他们还污蔑我死去的亲人 让他们九泉之下 也不得瞑目 眼看着裴洛白的情绪 渐渐失控 叶玲珑赶紧伸手 捂住他的眼睛 同时 大重生树的力量 一点点注入进去 帮他慢慢地平缓心情 大师兄 不要去想了 那些都过去了 那些过不去 我无法为他们含冤昭雪 至少我能为他们报仇雪恨 哪怕是死 反正 十年前我已经找不到 活着的意义了 死之前 我要把他们带起下去 带到我爹面前 磕头认罪 叶玲珑没有经历过 那样的痛苦 他本无法切身感受 可大师兄的情绪之力 感染到他身上 就连他都觉得胸口窒息 充满绝望 大师兄 别这样 他们能沉冤昭雪 我陪你一起 我们可以做到 相信我 小师妹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该卷进来 怎么没有关系 从我入清玄宗的第一天 你给了我一枚戒指 一袋灵果 一万零食开始 你的一切 就都跟我有关系了 受你之恩 一世不忘 裴洛白苦笑一声 那算什么恩啊 我说算就算啊 那个时候没有人收留我 我凡事的爹娘 也偏心眼 对我不疼不爱 是你 是清玄宗 给了我一个栖身之地 我只是例行公事 可对我来说 那是珍贵的善意 和无条件的疼爱呀 大师兄 若有一天 是我被人围剿 我人人得而诸之 你会不管我吗 当然不会呀 所以我也是 那一刻 裴洛白许多年 未曾试过的眼眶温热了 大师兄 你感动吗 正满腔感动 甚至眼角温热的裴洛白 我看鸡鞋 也打得差不多了 我跟你说点现实的问题吧 正在努力适应 小师妹节奏的裴洛白 倒也不必转折 如此突然 你的记忆 肯定是师父给你封印的 除了他没别人 他为什么封你记忆 又带你回来 居心和目的尚未可知 是好是坏 我也说不准 但这个时候 解开你记忆封印的人 必定不是个好东西 裴洛白从满腔的情绪之中 抽离出来 此刻也冷静了下来 解开我封印的人 是神医谷的 是当时我表弟找回来的 说他是神医谷弟子里的新天才 最近声明确起 很被神医谷谷主看好 也被神医谷弟子推崇 说让我试试 我去了 而他也真的恢复了我的记忆 叶玲珑眉头一皱 你表弟 对 我表弟 住在启阳 离白与林有一段距离 但小时候 被送到我家养了一段时间 跟我关系很好 那次我本想和六师弟 一块带你出去历练 中途就是遇见了他 我才离开的 你不是不记得了吗 是不记得了 但他身上 有一块跟我一样的玉佩 我认了出来 可他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你面前呢 他说他是听到了巅峰舞会的消息 知道我在清玄宗 特地敢去找我的 可当初我们是在记城分开的 我们躲我的新师傅 躲那边去的 不在九华山啊 他为什么在记城给你遇见了 裴洛白一愣 他没想那么多 以为一切都是巧合 我不知道 但他应该不会对我下手 我们感情很好 而且他看起来 不像是有这样心机的人 他不知道我家的事情 只知道我家灭了门 特地听说了我的消息 来找我的 你出了那么大事情 那他人呢 我去丹心堂寻仇之前 把他捆在石泽谷外面小镇的一个客栈里 避免他跟着我送死 以他的实力来看 这会儿应该还捆着 叶玲珑被逗笑了 这得是实力多差呀 一眨眼都过去四天了 还捆着呢 小师妹 你怀疑是他在背后操纵吗 可直觉告诉我 跟他没关系 听你的描述 应该没多大关系 毕竟他听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估计是被人利用了 被人利用 对 也许是有人从巅峰舞会结束开始 就在策划这件事情 先引导你的表弟上来找你 又让他在你身边 让你对自己的身世 有个简单的概念 然后又欺骗他说 神一股弟子 可以恢复你的记忆 从而利用他做桥梁 解开你的封印 裴洛白顿时便瞪大了双眼 如果有人这么早就开始布局 布了好几个月 那这心思也太可怕了吧 大师兄 给你解封印的人是不是一个女人 看起来比我大一些 身材窑窍 穿着一身白衣 修为金丹 他甚至都没给你把脉 直接就上手给你解封印了 裴洛白一愣 小师妹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猜的 看样子猜的没错 就是他 是谁 叶荣月 什么 裴洛白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他 那天他给自己解开封印的时候 带了个面纱 来得快走得也快 他被大量的记忆冲击 根本没心情想那么多 现在一想 看那形象真就是他呀 可是他为什么要冒充神一股弟子 解开我的记忆 为了让你去屠灭 单心堂满门 从而有机会 不得需要点理由吗 这些话 对裴洛白的冲击很大 叶荣月苦心策划这一切 竟然就是为了他手里这浮屠塔 可转念一想 单心堂当年 不也是为了浮屠塔 灭了他们白玉玲满门吗 可我不明白 当年的秘密 他怎么会知晓得一清二楚 甚至连怎么解封印都知道 我也在疑惑呢 为什么哪有宝物 哪就有他呀 而且他人还没到呢 就笃定那宝物归他所有了 叶玲珑之前只是怀疑 他现在确定了叶荣月不寻常 一直到巅峰舞会上 他被自己打败之后 才开始怀恨在心 不像是熟知剧本的穿越人士 所以大概率就是 手里有法宝嘛 一个可以给他提供 许多信息的法宝 这就能很好地解释 他的锦理体制和大气韵了 原来都是假的 就连清玄宗这满门反派 给他挨个送头的命运 也是假的 他利用的就是掌握信息 曝光清玄宗每个人的隐私 把清玄宗所有人逼成反派 然后再堂而皇之地杀人夺宝 若是他没有传书 叶荣月就顺利地 跟原助理描写的一样 要什么有什么 像大女主一样的杀到最后 意气风发 光芒四射 叶玲宗撑着下巴 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怎么就那么巧 清玄宗人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呢 而叶荣月这法宝又是哪里来的呢 不过这个问题 他没有想很久 因为没有足够的线索 光想也想不出什么 还不如先解决眼前的困境 大师兄 你是不是至今都不知道 浮屠塔的秘密 裴洛白一阵 我确实不知道 十年前被追杀的时候 没有时间研究 后来被师父封印了 记忆捡走 便不记得浮屠塔的事情 后来记忆回来 便去灭了丹心堂报仇 报仇之后 一路又开始一路被追杀了 关于浮屠塔的秘密 叶玲宗在原著上是看到过的 浮屠塔是一座七层塔 下面六层 确实是种植了天才地宝 丹心堂的秘密在第七层 原著里 叶荣月夺得了浮屠塔之后 从里面拿了不少好东西出来 打开第七层的时候 他当场就惊呆了 小师妹 你 裴洛白正想问 便看到叶玲宗已经拿出了浮屠塔 打开了他的第七层 那一瞬 他瞪大了双眼 震惊非常 只见在浮屠塔的第七层 里面种植着一种奇异的植物 这些植物下面的根系 埋在红色的土壤里 土壤中飘来一阵浓重的血腥味 植物的上面长着一个又一个 透明的圆泡泡 每一个圆泡泡里面 装着一个小小的人 这些人蜷缩着身体 一动不动的漂浮在泡泡之中 若不是泡泡底端 有一根筋脉连着每个人的心脏 他们能看到心脏的跳动似的 筋脉里的血液和营养 在不停的输送 他们甚至要怀疑 这些一动不动的人 全都是死的 这 这是 裴洛白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震撼的东西 这里面竟然都是人 活生生的人 被关在这些植物里面 换养了那么多年 好可怕 好吓人 怪不得当年他跌拼了性命 也要把浮屠塔弄到手 交给神医谷处置 原来丹心堂背地里 竟然做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 这些都是活人吧 叶玲珑点了点头 那他们 他们除了身体活着 魂魄早已被抽干 他们被养在里面 单纯就是被当作躯体来养 用于给那些身体坏死灵魂 还被飘去鬼界的人重生 裴洛白瞪大了双眼 原来这就是丹心堂的起死回生数码 原著里 叶荣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 选择了隐瞒 在后面的剧情里 他为了救他的舔狗 甚至把里面的躯体拿出来用过 所以他对这些的用法一清二楚 所以 单心堂所谓的起死回生 其实一命换一命 不 是无数条无辜的命 换一条 什么 人若是长时间没有魂魄 肉身是会腐坏的 所以要保存这些肉身 需要很多道工序 做很多残忍的事情 工序多了就容易出岔子 一出岔子这肉身就废了 这里边的肉身能留下那么多 为他而死的人至少翻几倍 在裴洛白震惊不已的时候 叶玲珑又到 而且新的魂魄送入躯体内 是有可能不合适的 一旦不合适 那具拿出来的躯体也废了 一直到找到跟魂魄契合的躯体 至少要浪费好几个 光是听着裴洛白 便觉得心惊漏跳 残忍至极 这得是多丧心病狂 不择手段 才会想到这样的办法去救人 所谓的妙手神医 背后竟然如此的泯灭人性 他们死得一点也不冤 大师兄 这浮屠塔明明在十年前 就已经被你带走 可这一次 神医谷却对外宣称 是你灭了丹心堂 夺走了丹心堂 治保浮屠塔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裴洛白摇了摇头 这么多人心险恶 这么多阴谋诡计 他根本就算不清了 意味着神医谷并非上下一心 有的人跟丹心堂串通 但有人却是不知情的 那些心怀鬼胎的人 借着你灭丹心堂的契机 把浮屠塔丢失 推到你身上 以隐瞒十年前白羽灵灭门的真相 对上欺瞒 对外隐藏 裴洛白听完叶玲珑的分析 渐渐的理清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就是说 当年神医谷直接给我爹判了罪 就是因为有人跟丹心堂串通一气 因为怕十年前的旧案被掀开 也怕浮屠塔的秘密被发现 所以这次顺势全都把罪名推到我这里 叶玲珑点了点头 大师兄虽然不擅长分析 但是头脑很清楚 一讲就明白 正是因为这样 才给了我找到了突破点 所以 你故意在所有人面前 用浮屠塔释放鬼魂 让所有人怀疑 这座浮屠塔里不干净 对 一旦有怀疑 就会有人想要求证 一旦打开浮屠塔 这秘密就藏不住了 届时 十年前白羽灵被灭门的真相 以及十年后 你灭丹心堂报仇的缘由 才会大白于天下 为父报仇 成奸除恶 大师兄 你是受害者 不是大魔头 成奸除恶 为父报仇 他是受害者 不是大魔头 这句话不停地在心中回荡 裴洛白正正地看着眼前的小师妹 心情很复杂 他以为他 只是凭借着满腔的同文情义 就冲过来救他了 没想到他早早就做足了准备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 他说 可以救他出这个泥潭 不只是说说而已 他是真的一直在做 倾尽全力在做 而且他可以做到 小师妹带来的安全感 那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看着眼前13岁 还差几个月的小师妹 裴洛白忽然间觉得 老天爷并没有真的放弃他 他派了一束神光 降落到他的身侧 将他从深渊地狱之中拯救出来 若是时光回到两年前 他入门的那一刻 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青涩又乖巧 可爱又可怜的小师妹 是来拯救自己的 大师兄 嗯 此时的裴洛白 看着夜玲珑的目光 更温柔 更疼爱了许多 他想 即便是他想要天上的星星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 去摘下来给他 你可知错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辛苦又艰难的 给你分析别人的阴谋吗 还要费脑的去思考 如何破局吗 裴洛白一正 因为敌人太阴狠 不 因为你太弱小 我之前在清玄宗的时候 一直跟你说 叫你好好修炼 不惜一切的叫你修炼 可你呢 我 修炼了呀 成果呢 原因后期 如果不是这段时间 被小师妹压榨着拼命修炼 他现在恐怕只有原因中期 回头一想 这次他能撑这么久 全靠之前够努力 原因后期有用吗 裴洛白面色一僵 假如你再努力一些 现在是个化神 你还会被人围剿吗 我还需要千里迢迢来救你吗 我们还需要分析 谁的阴谋诡计吗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所有阴谋诡计那都是垃圾 你本可以化神修为 站在丹心堂的废墟之上 等着那些蝼蚁过来仰望 然后大声告诉他们 老子为父报仇了 哪个不信 过来受死 说得好有道理呀 但凡他修为 再进一步突破化神 他都不需要考虑什么 同归于尽 别说是那些蝼蚁 即便是盟主和神医谷的老祖来了 他也是能挺直腰杆的 所以大师兄你知错了吗 第35集完